大家好,欢迎来到李姐的小果园 今天是3月24号,现在我正在摘柠檬 这是去年接的最后一个柠檬了 对于北方的我来说,感觉很特别 北方的果子入冬以前会全部摘除掉 而柠檬树一年可以多次开花多次结果 春花果在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采收 夏花果在12月下旬至次年1月上旬采收 秋花果则要在次年6至7月份采收 讲到这,北方的朋友不要太羡慕 柠檬树是可以盆栽的,完全可以养在家中 下面我就分享一点种柠檬的基本知识 一,苗子来源 小家庭种柠檬,不要用柠檬的种子种 那要等到何年何月才结果呀 也不用千叉,必须买嫁接后的果苗 这样才能结果多 结果快,我买的苗子当年就结果了 二,光照和温度 柠檬喜欢若光,适合它生长的温度是15摄氏度以上 最佳生长温度为23摄氏度至29摄氏度 超过35摄氏度停止生长 当中午气温超过30摄氏度时 应该遮阴三个小时左右 极端最低温要高于零下三摄氏度 所以说在家中盆栽 完全没问题 三,土壤 柠檬树对土质要求不高 土层深厚,蔬松,含有机制丰富 保湿保肥力强,微酸性土壤比较好 四,施肥与作果 柠檬树挂果多,需肥量大 种植时要施底肥 每年结果的时候,要蔬果 多施甲肥,也可用草木灰代替 只有肥料充足,才能保证果实不易脱落 各大色量 五,品种 柠檬树的品种很多 有香水柠檬,台湾清明,北京柠檬,游历克等等 我种植的是游历克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品种 掌握好这些基本知识 养柠檬就不成问题了